8月13日 在于月仙告别的仪式上 出现了不少我们熟悉的身影 赵本山作为于月仙的师傅 虽然未到场 但其夫人玛丽轩代表一家人 出席了告别会 赵本山内心也是特别复杂 白发人送黑发人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感受到 生离死别的无奈和悲痛 自己一生有86个徒弟 加上于月仙 已经有6个徒弟永远地离开了她 而这几位演员 都曾经给我们带来了优秀的作品 他们的离世 令人感到惋惜 回顾于月仙的作品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 江村爱情中谢大脚一绝了 江村爱情已经更新了15部 谢大脚的故事还在继续 可是于月仙却不在了 但于月仙的谢大脚 都会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于月仙能够获得如此造诣 除去她的天赋之外 还有她做出的努力 一开始赵本山并不赞成 给于月仙谢大脚这个角色 认为她没有农村人的感觉 后来在表姐玛丽娟的帮助下 她得到一个世系的机会 凭借她专业的知识和能力 成功拿下了这个角色 之后她还前去农村 近距离感受农村生活方式 了解农村人的质朴 赋予了谢大脚这个角色灵魂 除去于月仙之外 赵本山去世的徒弟还有 李正春 张小光 李大美 刘宇和王海洋 这五个人都是赵本山的爱徒 都曾经在乡村爱情里 扮演过一些角色 给我们带来欢乐与笑声 这些演员的离世 也是赵家般的伤痛 一 李正春 赵本山的大弟子李正春 在2007年因病离世 他曾经在乡村爱情之中 饰演了礼服 作为大弟子 他与赵本山的关系很好 也算得上是赵本山的知音 在赵本山还未出名的时候 就看到了赵本山的才华 对他十分仰慕 最后败入赵本山名下 成为他的大弟子 可惜啊 天度英才 李正春早早离开了世界 二 张小光 赵本山的另一位弟子张小光 和月仙一样 由于车祸去世 虽然他只是在乡村爱情中 客串了一个角色 但他的才华非常优异 赵本山也非常欣赏他 可惜2016年 由于跟随其他车辆上高速之时 面对突发的意外 没能及时反应 最后受到了猛烈撞击而去世 遗憾地跟这个世界永远地告别了 三 李大美 李大美和张小光一样 只是在乡村爱情里 客串了一个角色 但是他在其他剧中 却有着优异的表现 此外呢 他还是一个专业的二人串演员 他的儿子红孩和他一样 母子两个都是赵本山的徒弟 而这位优秀的前辈 是这几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 他也是《乡村爱情》里边的新角色 可是在2020年的时候 突发心肯去世 这时候的他呀 还没有满40岁 也因为他的去世 编剧将他原本的角色去掉了 改成了另一个角色 而当时距离 新一部《乡村爱情》的开播 没有几天了 刘宇的突然离世 也令人感慨万千 背痛不已 五 王海洋 王海洋的后事是被低调举办的 后边他的师兄王春江 发布了相关消息 人们这才知道 王海洋已经永远的离开了 此前王海洋在某社交平台 发布了视频 当时他的文案内容积极乐观 可是后来谁都没想到 那是观众见他的最后一面 王海洋在《乡村爱情》12里 饰演了一个骗子 与同伙伪装成大公司投资人 来到象牙山 后边呢又对赵四进行电信诈骗 当时的人们都没想到 这个在电视中活蹦乱跳的人 会死于肝癌 生活总是充满意外 你永远也不知道 意外会在哪天到来 这些去世的演员里 有病逝的 但有很多都是突发的意外 这些年啊 赵本山的徒弟接连去世 对他本人的打击很大 退休后的他修身养性 不愿再过问演艺事业 很感谢这些优秀的演员 给我们带来的作品 对于他们的离世 观众们也感到很遗憾 《乡村爱情》的故事还在继续 期待故事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吧